对于普通游客来说 提到旧金山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 非金门大桥莫属 金门大桥始建于1933年1月 于1937年4月完工 同年5月27日正式投入使用 金门大桥横跨金门海峡 连接旧金山与马林县 金门大桥桥墩距距长1280.2米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是世界上距距最大的悬缩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门大桥桥长2737.4米 桥宽27.5米 双向六车道 金门大桥拥有世界第四高的桥台 高达227.4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舊金山》 官方正式名稱為《舊金山市縣》 是一座位於美國加州北部的 經濟都市 是加州唯一一個市縣合一的行政區 位於舊金山半島的北端 東陵舊金山灣 西陵太平洋 人口86萬 其與灣區各都市組成的舊金山灣區 總人口達768萬 是美西第二大都會區 除外區,渡自三沖 助外區 旧金山很大一部分城区 都建在山丘上 所以旧金山很多街道的坡度都很大 最陡的坡度大约是17.5度 人和车走在上面 感觉真的挺陡的 互ạt恩专业 有哥内日报 復略 为老公瓶坡 成 molt利用 就来专门% indi尽体均专业 36.12.19 我們走到California Street 轮巴底街 是旧金山一条东西方向 贯穿要塞公园 及牛洞区的街道 因其有一段路 由八个吉湾组成而闻名 并因此有九区花街之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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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大桥连接旧金山 芳草岛 以及奥克兰 每天约24万辆车通过这里 海湾大桥由东西两段组成 全长7.18公里 海湾大桥东段 于2013年9月2日通车 海湾大桥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塔自网抗震旋转桥 双向石车道 海湾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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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大桥西段于1936年11月12日完工通车 比静门大桥早6个月通车 西段大桥有上下两层组成 一层由西往东单向五车道 二层由东往西单向五车道 这是桥的二层由东往西 这是桥的一层由西往东 桥的一层由西往东 桥的一层由西往东 梵门金字塔于1972年和空 高度为260米 为旧金山第二高的摩天大楼 是后现代主义建筑 有了 一层由西往东 对面的摩天大楼 是后面的摩天大楼 有了 是后面的摩天大楼 是后面的摩天大楼 這次舊金山之行下榻的皇宮酒店 就在聯合廣場附近 位置不錯 隔條街就是正宗好吃的 日本伊風堂拉麵館